这是一个内衣 内衣啊 是的 那我还能拿吗 可以啊 我的内衣 美女竟然带着自己的内衣前来健保 连一旁的女主持都羞红了脸 在场的专家却惊喜万分 迫不及待地拿到了手里 仔细地吻了吻 便向美女问道 这内衣你没穿过吗 专家这究竟是何一 这件内衣又是否是真品呢 健保节目已经播出 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一些喜欢收藏的伙伴 纷纷前去健保 这一次来的是一位美女 只见她双手拿着一块叠起来的布料 迈着自信的步伐走了进来 将宝贝放在了鉴定台上 这样一块东西 在场的人丝毫看不出 她有什么特殊之处 美女落落大方地自我介绍以后 主持人就迫不及待地询问 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宝物 美女十分淡定地说 这是一件内衣 在听到这个回答以后 主持人伸过去的手迅速地推了回来 现在这健保的门槛 都这么低了吗 关于内衣 一直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 公然放在大众面前 总是有点不太好意思 但是 作为一个具有专业素养的主持人 她很快调整了过来 通过询问 主持人很快就了解到 健保人年减20岁 平时没有什么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逛古玩店 讨一些小宝贝 而这一件内衣 就是她在逛古玩店的时候 讨来的 这倒是让人有点惊奇 这个年龄的女孩子 不都是喜欢逛街买衣服 化妆品之类的吗 喜欢逛古玩店 还是比较少见 简直是一股清流 但是 大部分人 逃这些宝贝 就是为了赚钱 万一不小心逃了一个真的 那可就 一生无忧了 但是 也有不少门外汉被坑惨了 甚至卖了房子 结果 却买了一件宴品 只能说 投资需谨慎 在场的人都迫不及待的 想看看这件宝贝 不断地向台上张望着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件内衣 制造好悬念以后 美女便小心翼地 将那块布给打开了 在场的人都惊得 竟然是一件肚兜 专家更是知乎 赶紧丢掉 这究竟 是怎么回事的 经我鉴定 真品 美女带着穿过的肚兜前来鉴定 竟被认定为是真品 还没来得及高兴 专家便向美女问道 这内衣你没穿过吗 还让她赶紧丢掉 这件肚兜 究竟是什么来历 专家为何让美女 给丢掉呢 美女小心翼地 将布料给打开 顿时就惊待了 旁边的主持人 这竟然是一件肚兜 通体呈现蓝紫色 上面还布满了 精美的刺绣 这件肚兜 与大家印象当中的 有点不太一样 在一些古代的 影视作品当中 我们见到的肚兜 大多是红色的 这件显然很少见 可以看到 这件肚兜在四角 绣满了花花草草 还有各式各样的小人 踢腱子 放风筝 玩得不亦乐乎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 上面的每个小人 所穿的衣服 都不一样 可以看出 刺绣的人 是花费了很大的心思 美女也不懂这些物件 只是去逛股玩市场的时候 偶然看到了这件肚兜 觉得它非常漂亮 瞬间就被上面的图案 给吸引了 店老板也觉得和它有缘 于是就以极低的价格 卖给了它 美女自然是十分高兴 毕竟也就买一件衣服的价格 就得到了自己喜欢的收藏品 但是回到家以后 它却发现了不对劲 这件肚兜看起来十分的心 自己该不会是买到艳品了吧 这件肚兜看起来十分精致 美女还不经意间透露 自己还曾穿过它 肚兜仿佛于一种 魔力吸引着它 于是就打算前来 健保 一探究竟 这样在场的人都惊讶不已 不过到底是真品还是艳品 还得经过专家艳估之后 才能知道 美女便亲自将这件肚兜 交到了专家手里 专家拿到以后 也迫不及待 覆没了一番 美女也只是尴尬的一笑 专家仔细研究一番以后 很快就得出 这是一件民国时期 山西民间刺绣肚兜的真品 美女高兴不已 就在这时专家却盯住她 以后不要穿 这件肚兜了 来历很可能不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 这是一个 内衣 内衣啊 是的 那我还能拿吗 可以啊 我的内衣 美女竟然带着自己的肚兜前来健保 一旁的女主持都羞红了脸 专家却迫不及待地拿到了手里 仔细闻了一闻 便皱起了眉头 盯住美女 不要再穿了 赶紧丢掉 这件肚兜是什么 不想知乌呢 鉴定以后 专家告诉美女 这件肚兜不一定是平常用来穿的 这顿时就吓坏了在场的人 一直有传说 说肚兜是女王娘娘发明的 人类的第一件服饰 但是也只是据说 不过在古代 很早就出现了肚兜 它的作用不就是用来遮羞的吗 怎么不是平常穿的呢 因为在买回来这件肚兜以后 美女非常喜欢 也曾穿戴过 并且表示 非常的舒服 难道这件肚兜 有什么机会吗 专家看到众人疑惑不解的深情 便解释道 像古董这类的物件 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的来历 最好不要佩戴 况且还是这种贴身衣物 更是要更加小心 要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 岂不是要各应死了 美女听完以后脸色煞白 随即就表示 以后再也不会穿了 紧接着 专家便开始讲解 向美女拿过来的这种样式 是在明清时期流行的 从所用的布料来看 并不是什么稀有材料 图案上面 也是当时流行的戏剧图案 但是关于肚兜在古代 还有一种作用 就是将一些药物 放在里面制冰用的 毕竟是布料的材质 难免会粘到上面 要是有什么不好的残留 对身体有害就不好 美女似乎是想到什么 变得十分紧张 还小声地嘟囔了一句 怪不得自己的男朋友 不让他穿了的 而美女立马就想到 在古玩市场摆摊 那可是老油条 既然是一件真品 为何以这么低的价格 卖给了她 想来里面 看定有猫腻 看到美女紧张的神情 专家随即便说道 这件肚兜 还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美女的心情 才算缓和了一点 你对这件宝贝 有什么看法呢